哈喽大家好我是安然 其实呢真的有能力能帮你开启开挂人生的 我呢十六岁开始逐渐实现先级独立 我呢也是出生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 经过了一次次的创业和折腾 到现在拥有了自己的公司的团队 很多朋友呢也都评论我 说我把烂牌打出了王站的感觉 先敢说呢现在也还没有赚到一个小目标 但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小小自由 今天呢主要是分享四个帮你逆袭的能力 改变人生轨迹 我这个频道呢是专门分享 就是用普通人的低身份创业方法和商业思维的 如果你也对不上班在家的时间 才无自由感兴趣的话 就一定要关注我给有一个三连 这样你就不会跟任何有价值的心情下降而过啦 首先呢是人性管理的能力 这个主要指的是 你如何通过人性的理解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是跟心理学相关啊 讲来说就是你要顺应别人的人性 但是违反自己的先信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当你看到一群很优秀的人 你怎么去结交他们呢 你能可能感觉无凶下手 但是呢想一下别人的人性啊 根据投降理论 在这个世界上 搞定投降就搞定整个阳群 所以呢你只需要花时间去成为一个人的朋友 就是这群人里最有话语权的那个意见之秀 我之前有好几笔投资就是这样拿到了 很多投资人呢 后来也成为了我的合伙人 人类的圈层呢 就是这样运作的 改变你的认知 不要总想着自己怎样怎样 去了解一下别人是怎么想的 当你真正去慢慢运用以后 这些看似酷糟糕的人性知识 就会变成你的习惯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当你适当地暴露缺点 你会更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 比如说我谈客户的时候 我会直接了当地主动说 哪些业务我们是做不了的 这样一方面呢 显得你更加的真诚 另一方面客户会对我们说的 我们擅长的部分更有信服力 我在从零到一时期的客户啊 都是这么谈下来的 我呢明白很多人都很优秀 也会下意识地希望自己表现得完美 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但事实上如果你真的这么做到了 那可能会让人有机会之心不敢靠近 甚至召来嫉妒 如果你特意展示出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缺点 会更容易让别人相信你 也会更加真实 比如说呢迪丽热巴 说实话热巴实在太好看了啊 所以一开始呢 他的亲密感很差 因为会跟大家拉开差距啊 所以后来呢 他的人设出现了 就是吃货胖敌 他也说自己经常报应报食 并不说这个东西是假的啊 而是公司一定要把这个点给拿出来 把热巴的千里叙致往下降一降 更要贴近真实一些 人性管理呢 不仅仅是明白别人的天性 也是要管理自己的天性 有很多同学呢都在说 哎呀自己想要做一些事情 想要去做点副业 想要创业 想要改变 但是一跟周围的人说别人就泼自己冷水 自己也没有什么信心了 就不做了 这个其实很正常啊 因为人呢作为群居动物 就很自然的希望自己能融入集体 跟别人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很自然的会被周围人影响 但是呢如果你要卓越 那一定是做了跟别人不一样的事 所以你干嘛非得让别人理解你呢 这个世界上没人会关注你的过程 他们都只看结果 我当时一开始创业的时候 真的身边所有的朋友都在泼我冷水 是我一想天开 但后来我做起来以后呢 之前打击过我的人就跟失忆了一样 甚至主动的开始找我合作 大家可以想一想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啊 有的话弹幕里扣个一啊 我呢一直都认为 我们都是在被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的 你之所以对一件事情改造害怕 是因为你周围的人没有做过这件事 假如你周围呢也都只是老实巴交的 只知道打工的人 那大概率你也会维持这样 甚至就算偶尔有一点创意 也会很自然的打消念头 回到之前老实巴交的状态 周围的人呢也会自发的把你给拉回来 说实话大部分人呢都是环境的产物 就算你一直认为自己不是持终之物 应该大有所为 但你碍于周围人的眼光 不去努力和行动 没有去远离那些你看不起的人 那你大概率只会变得越来越平庸 今天网上有个话题很火啊 就是为什么感觉 自己读了那么多书 学了那么多的知识 认知应该挺高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本质原因是 如果你真正的想要跟周围的人拉开差距 那你的行动是必须要跟得上你的思维的 你不能说一个月就赚个几千块钱 下了班以后就抓短视频 躺平 还认为自己十年以后肯定会逆袭 成为一个盖世英雄 很多人都跟我说 自己想要改变 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去做那些 你之前不怎么敢做的事 当然我们也要控制风险啊 你可以从风载比较低的副业开始 现在的摆脱对于安全感的依赖 比如说自媒体 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自媒体入门的手册 欢迎关注标识来临取啊 第二个呢 是通过社交主动破绝的能力 这个诈听有点抽象啊 我来解释一下 就是通过主动展示自己的价值 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的能力 现在呢 很多人都是发现特恐 信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 也不希望展示自己 但是聪明的人呢 其实都知道 只有通过展示自己 才能更加彰显自己的价值 比如说你长得好看 就不能只便宜了周围的熟人 你就可以通过互联网 去展示你的好看啊 你画画不错 那你可以画给很多人看啊 我之所以一直跟大家说 就算你只有一点点小才华 也是可以通过自媒体去放大的 是因为敢于表现自己 你最同时还用心学习并用知识 真的去做的人实在太少了 你只要不放弃开始做 就已经赢过90%以上的人了 很多人呢都在说 哎凭什么跳舞的姐姐们 发发视频就能赚那么多呢 那就是因为人家会展示自己啊 只有展示自己 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很多明星也是啊 都是想尽办法 去通过各种选秀 综艺节目 电视剧 电影去展示自己 21世纪这么远了 居然还有很多人认为 你越盛开 兴风自来 你想要什么 是一定要自己去努力争取的 我们呢一直都在说 你办法去往那些看起来 所谓的更加高端的圈子里去挤 甚至很多博主教你去 怎么送你 怎么套进步啊 但说实话 以我有限的经验啊 别往上走 大家更关注的是 你展示出来的价值 而不是你这个人 好不好 情商如何 老不老实 很多人呢都认为 一个人不好相处 不说欢迎 是情商太低 搞得呢没有什么朋友 其实呢并不是 只是大家认为 这个人没有什么价值而已 乔布斯的性格古怪和偏执 已经是出了名的了 但是他缺朋友吗 缺人给他投资 给他资源吗 老母曾经说过啊 我不好相处的原因 是我没有兴趣认识你 如果你本身平平无奇 没有什么价值点 那么你再怎么掏幸福 都没有用 但想一下 如果一个人 给你推销一个东西 就算再便宜 但你一点都不需要 你会买吗 很多人经常觉得啊 哎呀 我得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但是呢 如果你一直都在想着 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没有什么其他的 别人跟你交往的点 那么正好说明 你这个人没什么实力吗 那么怎么去彰显 自己的价值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你把你自己知道的东西 分享给别人就可以了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啊 就是哎 自己得到了一个好东西 或者得到了有用的资讯 就要自己藏着掖着 但说实话 互帮互助才能走得更长远 我现在做车里的很多资源呢 都是通过我之前帮助别人 别人反馈给我的 如果你帮助了别人 别人不以为然 甚至觉得白嫖 那不是也说明 这个朋友并不值得交 你可以把你的时间 放到别的地方了 这就是通过提供价值 快速的筛选自己的社交券 其实呢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跟大家说 可以去尝试做一个个人IP 做个账号 因为你的账号 就是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社交名片 人脉从哪里来呢 人脉就是从你展示的价值里面来 所以认清楚一个现实啊 如果说没有人理你 没人帮你 不要怨社会 就是你给别人展示出来的价值不够多 第三个呢 是主动的去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 可能有人会说啊 哎 我每天都在看信息 各个平台给我推的 无论励志搞笑的 我都会去看 我问大家两个问题啊 首先你每天看的大量信息 是APP推送给你的 还是你主动去搜索的 第二个 你感觉看到这些的信息价值大吗 你呢可能花了好几个小时 终于吃完了 带四孟小飞 还有帐篮他们的瓜 无论你站队哪一方 你有些自己的看法 一份填膺的 去跟自己的朋友谈论了一下 晚上呢 去张篮的直播间里 去凑合凑热闹 在这个过程里 你真的获得了什么 有价值的知识了吗 再抽丝剥剪一下啊 就算你一开始 是抱着学习的目的看 但是大部分网上的内容呢 都是几分钟的 几分钟能学明白什么呢 而且博主呢 还需要考虑流量 不能把内容做得太专业 不然太酷糙了 没有人看 我呢也一直都在流量 和高尚内容里 寻找一个平衡 视频的时间呢 做得也越来越长 去努力的真正的 把价值带给下架 你在这么多的娱乐视频里 选择了我的视频 来学习知识 已经要给你点个赞了 也可以给我回个赞哈 所以呢你看的 其实只是新闻 而不是真正有价值的 信息和知识 真正的信息 从来不是别人灌输给你的 而是你主动筛选去选择的 主动的去思考信息 是为了破除刻板印象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你是不是觉得 收垃圾行业很多 摆摊很多 但是收垃圾的小黄狗呢 也干出了好几个亿的市值啊 有一个非常魔幻的问题啊 好多人做生意 一上来就是为了去消费 去花钱的 因为很多人看中的是 那做这个生意 说出去会不会让自己有面子 比如说著名的创业三大坑 咖啡厅 奶茶店 餐厅 现在是四大坑了 下一个最本沙 为什么都公认那么难做了 还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 这是因为赚钱的本质呢 是收钱 但是很多普通人呢 对于赚钱 是以消费者的眼光去看的 就感觉做这个项目 会不会让自己有面子 让很多员工叫自己老板 自己会觉得很爽 我们很多人呢 都有刻板印象 就觉得一个东西很low 就不去做 但只要你的成本不高 只要能赚钱的事 为什么不去城市做呢 我之前上学的时候 曾经在学校里 做过一个密室逃脱的项目 我呢努力去压低成本 场地呢 是以学生身份找学校借的 道具是我淘宝上一点点配的 剧本呢 也是我研究了市面上的密室套路以后 总结出来了底层逻辑 自己写的 在这期间呢 我做的其实就是主动的 去获取信息 筛选信息 一开始投入的成本 竟然被我压到了三四千美金 后来赚了四万多 回报率超过十倍 后来呢 我跟其他的朋友聊起来 他们都觉得很神奇 就问我本来以为 开一个密室至少十几万呢 我说其实凡事没绝对的 最重要的是看你怎么运营 怎么操作 没有商业思维不会运营 那再好的项目 你也赚不到钱 你会运营脑子活的话 那就算这个项目 看起来不怎么样 你至少不会亏损 接着呢 最重要的是商业模式 让你的这个商业模式 搭建起来了 就算成本再低 你也能盈利 对商业模式感兴趣的话 可以弹幕里扣个一啊 人多的话呢 我下次专门出一个视频来讲解 我先挖一个坑 可以关注我就不会错过了啊 肯定会有人说 哎呀哪有那么简单 没错啊 确实是不简单 我当时呢 跟学校周旋 都花了各把月的时间 那就算是困难 你找对方法以后 不也是有可能的吗 你不去做 一直保留刻板印象 那你永远都没有任何成绩 比如说开店成本确实是高 那你怎么操作呢 现在呢 很多城市都流行 快展店快展展 就是一个鬼屋 一个活动 一个展览 它只开放时间半个月 多的话一个月 在本地生活群 或者小公署里宣传 看到过或者下加过 这种快展活动的 弹幕里可以扣个一啊 消费者呢 会感觉有种戏谑感 是为了压低成本 房租呢 就租一个月 装修呢 就是可以搬来搬去的 这个城市弄完了 直接奔赴下一个对吧 做的呢 就是流量 那你可能说 那我没有开展的资源 这些都需要团队 太难了 但是呢 你换个角度想想 如果你学会了运营自媒体 那你是不是可以帮助 这些店家做流量呢 只要你有运营知识 就算一开始只有你一个人 也完全能忙得过来 大部分人看不上的 才是真正赚钱的生意 还有个视频很魔幻啊 就是有那么多的网红和博主 靠着自媒体实验财务自由 新闻上也在铺天盖地地说 对吧 但是大多数的人呢 是一边骂 凭什么他们轻松松 就赚那么多钱 一边呢 自己不去做 你如果不会自媒体运营的支持 那就去学啊 需要的话呢 我们也有相关的课程和服务 你越是主动地去获取信息 并且分析 你的生活就会越自由 第四个呢 是全聚思维 很多人呢 都有过一个想法 哎呀 早知道这样的话 我就办了办了办了 比如说 早知道的话 那我十年前倾家荡产买房啊 早知道的话 就多准备一下 这个项目就能做成了 那早知道学历这么重要 我当时就好好学习 考了好学校了 一边安慰自己 哎呀 谁都没有前后眼 不能预知未来 对吧 但是换个角度想 为什么我们一直后施后学 直到事情发生了以后 才后悔呢 这是因为很多人做事 都只考虑当下的意义 不考虑长远的价值 前段时间有个电视剧 叫风水半下 里面呢 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情节 就是女主好不容易 从海外收回废钢 突然钢下大幅度跌了 这时候所有人都在劝他出手 但是男主一直在说 无论从宏观政策 还是从人们生活光需 以后对钢材的需求量 肯定是越来越大的 钢下一定会涨 将女主撑住 黎明在后面 后来呢 女主果然靠着坚持翻身了 那么全局思维呢 指的就是站在更高的层面 想问题 而不沉溺于这个事情本身 把自己渺小化 以第三视角 从整体看问题 用大白话呢 就是你脱离自己的位置 用上帝视角看问题 否则你在认知一件事情的过程里 你只是身在其中 而没有普看全局 这会导致 实际上你对整件事情的认知 是局部的 但也认为你看到了全部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我们现在国家发展很好 对吧 但我们的国策 在几十年前刚刚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是不理解的 比如说改革开放 想致富先修路 尽管说现在来看 是完全正确的 帮我们国家实现了 经济的真正腾飞 但当时很多人不懂啊 就觉得为什么饭都吃不上 就让发展教育 把预算拿来修路 去搞核武器 还有去发展航空航天 其实呢 关注短期利益是天性 并且大家饿了以后 第一反应都是去吃饭 但如果说你一直这样 对一个事情想的很少 一直都用自己的经验 和固有认知去处理问题 当你思考和看待一件事的时候 是非常碎片化的 全局思维呢 能够帮你看到趋势 我呢一直跟大家说 做自媒体 做内容是趋势 很多人就跟我说 哎呀 现在做自媒体太晚了 很多人肯定没机会了 故意这个风口 就像公众号的红利一样 很快就消失了 但是呢 我非常负责任的说 做内容是永远有市场的 因为大家闲着没事的时候 总要有一些精神食粮要看 对吧 公众号火起来 是因为那是大家第一次 统一从纸媒 转到网络平台看内容 后来不怎么火了呢 是因为短视频取代文字 成为了新的内容载体 变化的只是承载内容的东西 而内容市场的风口 从未变过 这个呢 是当时四季刚说的时候的新闻 专专预测 四季只是速度快了点 跟三季时代没有质的变化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 事实是依托于四季 短视频行业直接兴起 无数手游公司直接起飞 三季被时代吃得遗忘 但是呢 三季时代流行的网文小说 IP 在四季时代的商业价值 越来越高 做个人IP 就做账号是长久的 真正能够给大家带来 复利的项目 甚至是啊 就算有些人在18年的时候 能感觉到短视频 可能是以后的风口 被赚钱 甚至呢 可能试了试 但一开始没有效果 就觉得没有机会了 放弃了 算了吧 几年以后呢 剩下一句豪言赵语 哎呀 如果当时坚持下去 那我现在肯定起飞了 但事实是 你不会坚持下去啊 我感觉啊 大多数人做事没有结果 是因为你太着急了 比如说自媒体 才拍了一个月 没太大几次 直接不做了 事实上呢 也许是你拍的不对 也许是你没思考 市场究竟喜欢什么内容 但是大多数人呢 是没有复盘 没有思考 就直接下个定义 哎呀 现在整个行业 都太难做了 自己肯定没机会了 或者说是 哎呀 自己的运气太差了 我开始做这个频道以来啊 很多人都喷我 就说哎呀 你就承天站着说话 不腰疼 还不是因为你运气 好抓住的风口 但说实话 我感觉运气这个东西啊 每个人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如果你只看中 眼前的利益 承天想着天上掉馅饼 不去努力 那这机会 为什么要留给你呢 但我看来啊 成名上班 在某种意义上 就跟刷短视频 看剧一样 发了一个视频 讲的是疫情过后 会有什么样的风口和机会 有一大堆人在骂我 哎呀 疫情现在才是刚刚开始呢 永远都不会结束了 但实际上啊 你看所有西方国家的感染曲线 在一开始放开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个爆发 到了后面呢 这个数字就会越来越平缓 大家的生活呢 逐步回归正常 而且历史上 没有任何一个病毒 是通过隔离 被完全消除的 我承认很多人都认为呢 当下的情况很严重 但是呢 目光晃长远一点 很多城市的高级餐厅呢 已经摆起长队了 隔离呢 成为历史 再在这几年呢 市场被完全洗牌 撤不下去了 都倒了 今天你开始回谈以后 市场会肯定有空白的 但在这个时候去寻找机会 有什么问题吗 我在这里呢 立个flag 我最近买了不少特斯拉的股票 看你两年以后会怎么样吧 还有啊 我们现在呢 也开放了咨询 如果你还有一点摇摆不定 或者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可不可行 都可以跟我们的专业团队 约一个一对一的付费咨询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想法 有没有商业价值 我们可不可以通过 后续的课程和服务 帮助到你 也希望大家去有勇气 尝试一下 训练出来这些能力 你的人生真的会很不一样 勇气这个东西啊 非常神奇 才能相似的人发展不同 可能仅仅是因为 脸皮的厚薄程度不同 他们呢 就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我知道呢 很多人都想要改变 但是担心风险 这个呢 是非常合理的 我也一直都在说 不推荐大家 一拍脑门就辞职创业了 但你可以评估风险啊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一直推荐大家 做自媒体的原因 这个呢 不是没有风险 而是它的风险非常非常小 牺牲的呢 就是你的时间 即便你没有做成 那也仅仅是把你下班以后 打入戏 刷具的时间节约起来了 况且呢 还多了一项技能 你总的经验 再来一次就行了 你想要有收获 有成就 多多少少都要冒一点风险 而什么都不做的话呢 就只有平庸 你呢 确实是需要花时间去学习的 大家想一下啊 当你想要谈恋爱 但你不知道怎么去谈的时候 你肯定是要看 别人怎么去做的 去学习 怎么去谈恋爱的 你想要赚钱 那也得去学习 其实呢 我们一生中 都是在交学费的 比如你从小接受的教育 小学初中 高中大学 一直都在交学费 只是这些钱 不是你自己出的 所以你对你交的这些钱 没有什么概念 所以学习呢 肯定是有成本的 那肯定有人会问 那如果努力了 依旧不能 如愿与偿怎么办 这个呢 其实是典型的 弱者的思维方式啊 因为他们只在意结果 不在乎过程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你跟一个人谈恋爱 难道就会因为 无法保证 对方会跟自己结婚 会爱自己一辈子 就不谈恋爱了吗 换句话说 就算人家给你个保证 你就确定 对方能爱你一辈子吗 其实呢 大部分的保证 都是没有意义的 那你在努力的过程里 肯定会收获到一些 你想不到的东西的 我在八年前呢 还是一个小女孩 就觉得如果自己 能实现入住五万 就是人生巅峰了 因为那个时候呢 一个月也就赚了万把块 后来呢 我跌了很多次 走了很多弯路 五年前呢 我以为做宽建电商 能让我财务自由 这事是他让我破产了 但是在继续探索的路上呢 我也找到了更好的方法 我的认知呢 也在不停的升级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一直在做视频 带着大家学习 就希望想要赚钱 想要搞副业 想要创业的朋友们 得到一点点启发和补力就可以 毕竟只有有人带领 才知道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是要走弯路 而自从大学毕业以后 你去做什么 学习什么 就是你自己选择的了 好了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 就你有所启发 一定要点个赞关注我 如果你对加入我们 一起搞闲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跟我们深度链接 你去我们的独家界面里 下一见啦